Hello,我是Amy Hello,我是Li 我們是AmiyaNori 今天要來講日本老公的壞話 可是,你們有沒有覺得日本的男生 只要生病都很煩 很煩,超級煩,真的超煩的 他們很奇怪,他們會覺得生病 就是像那個生活大爆炸的焦點 但是老婆呢 在一個危機的時刻 你居然就這樣倒了 那我現在能怎樣 所以老公就生氣了 他覺得為什麼你都不就是溫柔的對待 然後他居然就 電影趕快點收起 他就跟我的美角是說,你滾出去 你撿開 你撿開 這是粉絲資訊給我的 然後他老公是四十幾歲的日本男生 我們可以叫他形式力男 哈哈哈哈 卡連打我都國 而且他是紙的卡連打喔 是真的 他就說他老公有一個形式力 然後他老公是照本宣科 就是一定要照著形式力生活的一個人 這真的很奇怪 他說包含夫妻恩愛的時候 就是他們兩個要站在那個卡連打前面看說 欸這個月哪個店可以 點一下 然後不管怎麼抱怨 他就會說 哎呀我比較老跟工作很忙 打發人家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你很沒有情緒 為什麼不能自然而然一點 就像我覺得這位小姐能夠跟他做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至少他們沒有類似 對 我其實覺得這還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很難啟齒的那種 那他用這個方式去定下這個時間 我們兩個覺得還OK 可是我覺得比較討厭的是 比如說他可能今天想要談點心 嗯嗯嗯 睡前之類的這樣一點點而已 他就會給他的工作形式力說 我下個月幾號有十千 你那個時候在跟我講 對可是這 然後我們的粉絲就說這樣他早就忘了 對啊 他如果不開心 他就跟老公講 然後老公就說你現在不是 就是我現在沒有辦法處理你的情緒 然後說我好棒 要他預約別天 對 然後結果他就觀察 場面觀測 場面觀測 發現我今天老公好像今天還不錯 然後他就再試著跟他說 我哪一次哪一次的時候我不開始 老公就說 這件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你還提著幹嘛 真的是一個 欸好高招喔 真的很高招欸 可是我覺得好煩 我想殺了他 對就很煩啊 後來老婆真的煩我的時候 他老公就完全一臉哈尼生什麼氣啊 然後就乾脆說 那你要什麼你寫下來 就是不管什麼都要寫下來 不然就是要預約 我覺得很煩欸 我覺得很煩欸 很煩欸 因為 就是那種 的感覺就是你 你 我是要 我是要一個那個溝通的感覺 對啊 好像一個跟你成心 掏心蛙的感覺 而且這樣 平常都沒有在溝通嗎 聽起來 感覺是 就是不想要面對對方的心理 這樣子 就是一切安好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聊個兩句 就維持表面合別 對但是出了什麼事 今天天氣好好這樣 對 春天來了 這樣 然後我想到 因為其實我 我前面不是 你也有啊 對我前面不是規定 我不能十點到一點回家嗎 這可以看前面 他其實如果好好跟我講說 欸我那個最近睡眠的女朋友不好啊 然後影響到我的工作啊 所以看你的夢境要調一下 我怎麼 如果他好生好氣跟我講的話 對 我就會覺得喔對不起這樣子 可是不是啊 是從今天起 跟我不准十點到一點回家 這個時候有沒有一種 令人不爽的感覺 而且為什麼他們都會有一種 自己在上位的感覺 對對對 我想說你是我的上司嗎 對啊 你是我的上司規定 我什麼時候要上班還幹嘛的嗎 我不懂 為什麼就不能好好講啊 對啊 就是其實你只要告訴我 你很困擾就好了 好像貼個公告欄 然後政府發放給老百姓的那種感覺 好 越聊越喪失 大開口吃 沒關係 接下來這個例子很有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民主要和畢理上討斷不同 公民主要是指 不喜歡與他人溝通 不喜歡社交 無法建立 圓華人氣關係的人 有一個同事然後他是台灣然後他嫁給日本人 我沒有做過這方相關影片嘛 所以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大家要了解說日本有非常多買春的地方 這位日本老公呢其實就被發現 就老婆呢會看一下 瀏覽履歷那個搜尋履歷這樣 點睛就發現那個是一個 SOP的美女媽嘎 SOP呢是泡泡浴 對 洗刷刷洗刷刷然後之後呢 這位仁兄就訂閱了這個泡泡浴的美女媽嘎 就是每個月發給你的一些郵件 對 他好像還有喜歡某一個SOP酒 就是おきにりSOP酒的情報 特別喜歡的 那個裡面就寫就是 這個女孩的事情嗎 對 他就覺得說喔 所以他一定有去嘛 對 然後結果他立馬就質問了老公 然後日本老公喔 他很有趣耶 他就直接跪下來 當場下跪 我沒有去我沒有去我只是看了美女媽嘎這樣 他就是就是真的還滿生氣的 所以他好像離家出走了大概兩三天吧 但就還是 原諒了他 對 因為南方就是說他沒有去 然後那 一天巴黎 反正你也會怎樣嘛 一天巴黎 原諸主播中職 一妹在某處下注 後來也稱為 只堅持一個意見並強迫他人接受的意思 可是關於這個老公 其實在男友時期 他又就有個有趣的劇文了 當年男生那個時候可能在考慮又被結婚吧 但他們兩個還沒有就是彈開這樣 然後有一天他就去他 當時還是男友的老公家 然後就看到一本筆記本 就我同志也還滿愛翻譯人家的東西 後來就告訴我們筆記本 告訴我們不要看比較好 對啊 我的事情完全無知是幸福的 不知道就好 結果他就翻到一頁是有一個表 就是寫什麼 比如說語言能力 容貌 身材 性能力 然後 所以是一個得分表 對 然後裡面有他前女友 然後還有 很明顯沒有跟他在一起的幾個女生 哇塞 這是肖想型的 就是 所以他在肖想跟他幫人家評分 對 然後就有一個得分表 我同事也暴怒了 他就覺得 我是不是這樣 可是他有發現他的性得分不錯 他們就是很重視性的一堆夫妻我覺得 然後我從事也蠻妙的 他就 他也沒有直接回家 他本來想要獨門的出 後來想說 欸他竟然來了他就先洗個澡 好快喔 然後結果那男人就回就回來了 看到貪在那裡 還是知道他看到了嗎 把他出來說 那男人居然就在撕那一分 他在摧毀那個證據 他的摧毀證據的時機都太晚了 對好爛喔 我變 後來他們還是繼續在一起 然後還結婚了 然後我還沒發現 我覺得我同事真的很奇怪 那他們好像相處是還好的 對不像我們很多台日夫妻相處都會有一些 比較多摩擦他們好像是還好的 應該就是老公 應該就只是老公戒不掉 性欲太強 台灣人有買村真的是比較特殊 而且沒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去 對啦重點是玩的地方也不多 可是本身是 喔隨便走幾步就有啦 但他其實已經有跟這個男生溝通過 他是無法接受這件事 所以他是還能 他會直接跪下 對就直接跪 那我還蠻乾脆的就是他就是不想要他的婚姻結束 而且至少有道歉 道歉的很乾脆啊 對啊 他走 還不錯嗎 不是啊我想解決方法 這三個你覺得硬要就是你覺得最無法接受的地方 最無法接受的 好像是無法溝通欸 哇那也是欸 我覺得這樣在家裡很慢啊 我好像覺得我受不了 對啊 好煩喔 我可能會把那個卡列拿一掛 所以我就把他燒掉 對 我可能會叫他爹爹姨 我也受不了 對因為其實 那個爹爹姨的那個老公他就是 那個直扣他感冒情緒化音 這位壽僕的人兄 其實你不要有發現我就說真的 對 賣猴娃 賣猴娃 這台語很辣 欸賣猴娃怎麼樣 大家快告訴我賣猴娃 賣猴娃 不對吧 賣猴娃 賣猴娃 對啊 可是那個不能溝通是 每一天的痛苦 對就是平常時候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天不做真正痛 而且跟我前夫有點像 而且他沒有比每天回家看到那個卡列拿應該會覺得 不是好想全部打叉喔 我忘了講我本來想補錯的就是 DESNOD DESNOD很很很發達 DESNOD呢本來應該是小學館的死亡筆記本 是一幅很有名的漫畫動畫也很好看 可是呢日本後來很流行一個網站叫做DESNOD 還有出書 老婆把肌肉全部寫出來 哇那真的是看出父親 而且他們會寫他們怎麼樣抱負老公 對 就是用馬桶水來洗杯子 然後把牙刷男男刷 刷馬桶之類的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會覺得那為什麼不離婚呢 但其實他們可能不想回死表面了 對 而且離婚可能會是弱勢的那一方 對 都會被人家覺得 就是會覺得人家養你還 對 對 可是那我真的很可怕 大家每次可以去查臉 所以 好餵 聊到這邊吧 拜拜 拜拜 知不知道是否祖 這個用語指說不知情的話會爆掉如雷 不知情才能有佛祖般的平靜 所以就是還不如不知道的意思 有的時候也用來言語只有本人還不知道的情況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比較特別的主題 因為日本已經就是從疫情開始爆發以來 就一直在做一些防疫的生活 對已經一年多了其實 我們已經跟那個疫情對抗很久 一直生活在疫情之中 對 特別是東京 基本上從來沒有很好過 對啊 所以因為最近台灣有一些疫情的狀況出現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處在疫情之中的時候是做一些什麼樣的做事 還有一些日本的狀況現在是怎樣的 要結婚一些孩子想清楚一點一下 對啦 遠了一下場 是真的 那算是想清楚有時候也無法避免 欸好像又 不會倒楔 對 哈哈